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娱乐圈里的明星们作为号召力非常强的公众人物 在这件事情上毕然少不了响应 最近明星们就开展了一场手写接力赛 内容是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为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加油 前段时间已经有很多艺人陆陆续续深夜更搏 晒出了自己的手写接力 回归了老本行开始画画 而作为2019年元气最高的爱豆之一 肖战又怎能不参与这场活动呢 就在昨天晚上11点多钟 肖战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手写接力 内容为中国加油 等段几个字却足以见出他的担心和焦虑 作为重庆工商大学设计学员毕业的设计师 能够看出肖战的手写接力比别人花了更多的心思 肖战设计的手作画中中国加油四个字为黄色字体 旁边加了一个爱心为红色 并且爱心上还画了一个白色的口罩 虽然只是几个字却足以看出肖战的用心 黄色和红色一直是大气大力的颜色 也代表着希望和光明 肖战的手作画中用红黄作为代表色 一下就让人感觉充满了阳光 而别有用心的口罩设计更是在号召粉丝 呼吁大家出门戴口罩 要从自己做起 另外也能够看出 这副手作画的意义很顺 口罩阻割了病毒 但是却阻割不了爱 肖战一直是充满阳光 充满温暖的正能量偶像 自这次疫情爆发后 他就不断的献出爱心 先是跟随团队捐献善款 随后又以自己的个人名义捐出了不少钱 而且相继在各个平台给大家加油骨气 也许很多人眼中肖战不是最优秀的艺人 他年轻他经验不足 但是从他目前的种种做法和言行举止中能够看出来 这并是一个前途大好值得肯定的年轻人 看到肖战的手写接力 粉丝们也倍感温暖 相信有这么多人的努力和加油 疫情一定能够安然过去 每个人都能够健康平安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